20国集团外长会将在印尼巴厘岛举行 届时中美外长是否会在会晤中谈到 台湾和涉疆问题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在今天的中国外交部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赵立坚表示 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 涉疆问题是中方的重大关切 美方应停止纵容支持台独 停止炮制新疆强迫劳动的谎言 关于台湾问题赵立坚表示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历届美国政府对此均有明确承诺 拜登总统做出四步一无一表态 也包含不支持台独 美方应该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停止开历史倒车 停止虚化掏空一个中国原则 停止纵容支持台独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关于涉疆问题赵立坚表示 所谓新疆存在强迫劳动 完全是美方为抹黑 遏制中国炮制的弥天大谎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炮制强迫劳动的谎言 停止实施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以实际行动为两国各领域合作 创造有利条件 而不是制造新的障碍 隐瞎停止 ninguna 禁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